《创世纪》第24章 亚伯拉罕老迈了,年事已高,耶和华在一切事上都赐福给他。 亚伯拉罕对他家中管理所有产业的老仆人说, 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我要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神起誓, 不可从我现在居住的迦南人中,为我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 你却要到我的故乡,我的亲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妻。 仆人问亚伯拉罕,如果那女子不愿跟我到这地方来, 我必须把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去吗? 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 切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 耶和华天上的神,就是领我离开我的父家和我亲族之地曾经对我说话, 又向我启示的那位说, 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他必在你前面拆派他的使者, 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的儿子娶妻。 如果那女子不愿跟你来, 我叫你所起的这事就与你无关了, 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去。 于是,仆人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下, 为这事向亚伯拉罕启示。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 取了十匹骆驼, 带着主人各样的美物, 启程往两河之间的亚兰去, 到了拿赫的城。 黄昏时分, 女人出来打水的时候, 那仆人就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旁边, 然后祷告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 求你今日使我遇见好机会, 施慈爱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 我现在站在水泉旁边, 城内居民的女儿正出来打水。 我对哪一个少女说, 请你放下水瓶来, 让我喝点水。 如果她回答, 请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愿那少女就做你选定给你仆人以萨的妻子。 这样, 我就知道你施慈爱给我的主人了。 话还没有说完, 不料, 历百家尖头上扛着水瓶出来了。 历百家是比土利所生的, 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的妻子密家的儿子。 那少女容貌非常美丽, 还是个处女, 没有男人亲近过她。 她下到水泉那里, 打满了水瓶, 又上来。 仆人就跑去迎着她, 说, 请你把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 那少女回答, 我主请喝, 就急忙把水瓶拿下来, 拖在手上给她喝。 她喝足了, 少女就说, 我也要为你的骆驼打水, 直到他们都喝足了。 于是急忙把水瓶里的水倒在草里, 又跑到井旁去打水, 给她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那人一句话也不说, 只注视着她, 要知道, 耶和华使她的道路亨通不亨通。 骆驼喝足了, 那人就拿出一个重镜六克的金鼻环, 戴在她的鼻子上, 又拿出两个重一百一十四克的金手镯, 套在她的手上。 然后问她, 请你告诉我, 你是谁的女儿? 你父亲的家里, 有地方给我们住宿没有? 她回答, 我是密加给拿赫所生的儿子彼土利的女儿。 她又说, 我们有很多粮草和饲料, 也有住宿的地方。 那人就跪下敬拜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不断以慈爱和信实待我的主人。 耶和华也一路引导我, 到了我主人的兄弟家里。 那少女就跑回去, 把这些事都告诉了她母亲家里的人。 立百家有一个哥哥, 名叫拉班, 他看见了妹妹的鼻环和手上的手镯, 又听见了妹妹立百家说, 那人对我这样这样说。 就跑去见外面水泉旁边的那人, 他来到那人跟前的时候, 见他仍然站在骆驼旁边的水泉那里。 拉班说, 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 请进来吧, 为什么站在外面呢? 我已经收拾好了房间, 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 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 拉班卸了骆驼, 拿粮草和饲料给骆驼吃, 又拿水给那人和与他同来的人洗脚, 然后在他面前摆上食物。 但那人说, 除非等我说完了我的事, 我不会吃。 拉班说, 请说。 那人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耶和华厚厚地赐福我主人, 他就昌大起来。 耶和华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 仆壁、骆驼和驴。 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 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 我主人也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 我主人要我启示说, 你不可从我现在居住的迦南地中, 为我的儿子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你要到我的父家和我的族人那里去, 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我问我主人, 如果那女子不愿跟我回来呢? 他回答, 我行事为人, 都在他面前的耶和华, 必拆派他的使者与你同去, 使你的道路亨通, 你就可以从我的族人和我的父家 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只要你到了我的族人那里去, 我叫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关。 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 我叫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关。 我今天到了水泉那里, 就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 你若叫我所走的道路亨通, 那么, 我现在站在水泉旁边, 但愿有一个少女出来打水, 我要对她说, 请你把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 她若对我说, 你请喝, 我还要打水给你的路陀喝, 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 给我主人的儿子所选定的妻子。 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 利百家就尖头扛着水瓶出来了, 她下到水泉那里去打水, 我就对她说, 请给我水喝。 她急忙从肩上拿下水瓶来, 说, 请喝, 我还要给你的骆驼喝。 我喝了, 她也打水给我的骆驼喝。 于是我问她说, 你是谁的女儿? 她回答, 我是密加给拿赫所生的儿子 比土利的女儿。 我就把鼻环戴在她的鼻子上, 把手镯套在她的两手上, 然后, 我跪下敬拜耶和华, 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 因为他引导我走恰当的路, 使我得到我主人的兄弟的孙女, 做我主人的儿子的妻子。 现在, 你们若愿意以慈爱和信实 带我的主人, 就请告诉我。 如果不愿意, 也请你们告诉我, 使我可以知道怎样行。 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 这事既然出于耶和华, 我们就不能对你说好说歹, 看哪, 利百加就在你面前, 你可以把他带去, 照着耶和华所说的, 做你主人儿子的妻子。 亚伯拉罕的仆人听到了他们这些话, 就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 那仆人拿出精器、银器和衣服 送给利百加, 又把贵重的礼物送给他的哥哥和他的母亲。 然后, 仆人和与他同来的人才吃喝, 并且住了一夜。 他们早晨起来, 仆人就说, 请打发我回到我主人那里去吧。 利百加的哥哥和母亲说, 让这女孩子和我们同住多几天, 或是十天, 然后她可以离去。 仆人回答他们, 你们不要挽留我, 耶和华既然使我的道路亨通, 就请打发我回到我主人那里去。 他们说, 我们可以把那女孩子叫来, 问问她的意思。 他们把利百加叫了来, 问她, 你愿意与这人同去吗? 他回答, 我愿意去。 于是, 他们把自己的妹妹利百加, 她的乳母和亚伯拉罕的仆人, 以及同来的人都打发走了。 他们给利百加祝福, 对她说, 我们的妹妹啊, 愿你做千万人之母, 愿你的后裔占领仇敌的城门。 利百加和他的众使女就起来, 骑上骆驼跟着那人走, 那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 那时, 以萨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 他原本是住在南地的。 黄昏的时候, 以萨出来田间默想, 他举目观看, 忽然看见来了些骆驼, 利百加举目观看, 看见了以萨, 就下了骆驼, 问那仆人, 在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这人是谁? 仆人回答, 他是我的主人。 利百加就拿面纱蒙在面上, 仆人把所做的一切事都告诉以萨。 以萨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 并且娶了他。 利百加就做了以萨的妻子。 以萨爱利百加。 以萨自从他母亲去世后, 这才得了安慰。 因为萨阿洩 Tayc, 所以我也无法做, 生命的汽符, 我们也有志 Notes,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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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感谢观看